快到农历三月三了 每年三月三前后啊 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庙会 这不仅呢千佛山的三月三庙会啊 这就开始了 去年呢 因为疫情中断了一年 据说今年的庙会很热闹 我现在是在千佛山庙会的现场 这几百米的山路两旁啊 都摆满了摊位 不少摊位面前呢 都围满了市民 还有很多市民呢 是边走边逛 非常的热闹 为期十天的三月三庙会 今天刚刚开幕 就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游玩 从正门进入后 糖画 面素 布衣 素边 番花 皮影 等二十多种民俗手工艺品 和酱牛肉 周村烧饼 炒酸奶 各色糖果 等数十种风味小吃摊位 一路摆开 游客们迅速开启逛吃模式 我跟爷爷奶奶一起来的 然后我就抓 我就买了一枕草莓的糖葫芦 好吃吗 好吃 挺热闹的 挺好玩的 有很多吃的 听说那个济南要赶庙会 正好四月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特意从德州赶来了 才是德州济南的签盘庙会 这是玩个庄大馒头 山丘豆腐皮 红糖 这位老师呢 这买的也是豆腐皮 还买的周村烧饼 王国庄 王国庄 这啥饼呢 这个是杠子猴 杠子猴 还没买完了 还要再买 它就是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好多特色的东西 都在这集中 大家比较便利方便 因为要是你单独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跑很多地方 这样呢 大家都能在这一块买很多 你想买的东西 为了吸引顾客 不少摊主也是各出其招 猪肉铺的老板 就把自己打扮成了二师兄 成了庙会上的网红猪 就做了烤肉啊 新银的烤肉 一点儿不咸啊 烤全猪 你要多少 它差不多 行行行 为了吸引眼球啊 太棒了 广庙会 看大戏少不了 今年戏曲专场 以玉句京剧为主 木桂英挂帅 红灯记 沙家帮等十多场传统曲目 相信会让广大戏迷 大饱饿服 过足戏 演出时间为 4月10号 11号 13号 至18号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 下午1点半到3点半 演出地点为 文韶台广场 另外 从14号到18号 在景区东门内的 生态广场 还将举行 千佛山相亲大会 因为3月3庙会期间 千佛山周边的交通 会比较拥堵 所以在这儿 建议广大市民 绿色出行 如果驾车前来的话 最好是提前选择 停车场停车 避免这个门口的拥堵 在3月3庙会期间 像老年证 还有通用年票 等一些免费的证件 是正常使用的